今天不論你要考錦磚還是其他的東西 所有的國考都一定非常重視的 就是閱讀 那錦磚的考題呢 它在閱讀的這個部分呢 大概呢有兩大類型 一個呢是屬於長篇的白話 然後另外一個呢是文言文 那文言文的比例上來講 它取的文章都不會太長 而且幾乎都會在你的高中課本上面出現過 所以你只要把高中課綱的這30篇的古文呢 讀到一個不要到滾瓜爛手 至少是記憶有記憶的這個境界的話 其實古文的部分古文的閱讀是非常容易處理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白話的長篇 那白話的長篇呢 因為時事所趨的關係 所以現在白話文放在國考的題目裡面的時候 它都會字非常非常的多 那字非常非常的多呢 它其實是考驗考生的耐性 或者是說呢 考驗你閱讀白話文的能力 那有的人呢 他可能平常就在看很多很多字的東西 那比較沒有問題 那如果你是不擅長看很多很多字的東西呢 老師有一個方法 有一個小撇步就對了 就是你在讀這個考題的時候 盡量可以用無聲的唇語去讀它 確保自己讀到了每一個字 而且也讀懂它的意思 所以我們可以用來看很多字的東西 所以我們可以用來看很多字的東西